我是陈奎德 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 恐怖政治的编辑效应地减 暴政的末路 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张杰博士 他是一位独立学者 法学博士 张杰先生你好 奎德兄好 观众朋友们好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中国人对习近平政权 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害怕了 网络上和民间垢内圈子 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删了再发 发出了再被删 乌央乌央的众生喧哗 这是怎么回事 无所周知的是 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以后 对党内军类和中国全社会 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政治和言论管制 使中国成为一个超越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 和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罕见的警察国家 11年以来 习近平的恐怖政治对中国人步步紧逼 全成加码 直至三年前 大瘟疫清零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当时中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 人们被囚救于斗武士之内 大门被警锁 不得出入 而作为国家机器的白衣警察 却可以随时破门而入 随意烹洒不知何物的药水 未经任何法律程序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人人自为家家恐慌 不知何日 才能终结那种地狱般的岁月 而后因为白子抗议而突然放开之后 大批老人猝死 但被炎禁曝光 泄密者严惩不待 恐怖氛围犹如黑云压顶 地狱生成 除了文革的初期普遍流行的 抄家 批斗 毒打 杀戮的时期之外 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见过 这样严酷可怕的政治恐怖的气氛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实施 这样一种恐怖政治呢 他从恐怖政治中 能获得什么好处 什么利益呢 张军博士您的观察如何去 您谈到了啊 说中国从历史上啊 就是没有出现过像习近平统治这样长吧 当然出了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 其实如果我们把时光往前拉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从秦朝到大清 其实都是非常凉酷的 他们都出现一个特点 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这些东西来说 除了农民起义造成大量人口减少以外 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宽松的 但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于像是大不利 就是你涉及到危害皇权统治的时候 这个啊 也是非常残忍 我们可以看到有时月形啊 这个还有对寡形啊 对你像原从化就是寡形 所以说啊 中国历史这种专制社会有一个绵延的一种杀戮的历史 那么到了中共这个时代 中共时代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既有啊 列宁斯大林时的极权主义特征 它同时也带有皇权的特征 是的 所以它这个延续了中国两千多年来 皇权制度的这一种残酷 这一种啊 独独 这一种灭绝人性 这个都延续下来了 习近平的这个路啊 其实呢 它跟毛泽东的路啊 还不太一样 因为毛泽东呢 更多的是利用群众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利用红卫兵 对在文革中啊 对这些知识分子 对一些人士进行毒打 或者说进行杀戮 但是习近平呢 我觉得更多的 他是借鉴了斯大林 因为斯大林呢 他是比较害怕群众运动的 他采取的方式呢 更多的是依靠这个官僚体制 对官员进行破坏 利用秘密警察这种方式 对社会进行完全的一种控制 习近平时代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上台 就是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 走到了一个失之路口 如果继续往前走 中国就要实行法治 就要进行宪政改革 那么最终共产党会丧失他的统治权 他会转变为一个社会党 这是习近平等王故事里不愿意看到的 他们更多的希望是中共这个江山永远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带来了他们必须维护这个政权 这是习近平上台的这个目的 也是他的初心 所以他上台以后 对任何危机到政权的 他都进行毫不犹豫的打击 那么无论是封禁言论 还是无论对异议人士的打压 还有对党内的清洗 其实他对官员呢 他一旦是决定清洗这个官员 官员的命运还比不上普通老百姓 他会更加的残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他体现了一个极权社会 和一个封建皇朝社会 这两个病毒合而为一的 一个残忍的特征 他这个东西是继承了相当大的传统 包括极权主义的 苏共极权主义的传统和农国防权主义传统 但是他比包括邓小平 所谓80年代开放的时代 和后来的 包括六四之后 短段时间有一段恐怖事情以后 再后92年以后 在之后什么胡锦涛 什么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时代 还要严酷得多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比前军他们的前任 要严酷得多的统治 他从中间得到了什么政治好处 得到了什么政治利益 他这样做 好像是死水滋味 越来越严酷地搞下去 他在中间 有他的算计和他的逻辑的 因为毛泽东时代 其实到了毛泽东的晚期 特别是913事件出现以后 毛泽东的文革就已经走到了末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民又开始觉醒 而中国又进到了 经过毛泽东十年文革的折腾 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是为了挽救中共 他走的一条路 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极权主义之路 也就是按照李胜之先生所言 也就是极权主义这个法条 这个链条已经松动了 虽然极权主义制度还存在 但是它跟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这个邓小平他看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要维护中共的统治 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展经济 让老百姓都去发家自负 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共产党的统治 这是邓小平的思路 而江泽民胡锦涛应该说一语贯之 我们把它都邓江胡可以把它称之为 这个邓小平时代 但是我也要指出 虽然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这种封控停止 但是应该说经济改革还是做出了很多 比如说在这个朱隆基时代 就是江泽民时代 90年代末的时候 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的改革 比如说分税制 比如说银行的这种股权化 又比如说建立股票市场等等 也就是让中国跟世界融合在一起 这样中国就为2001年加入WTO奠定了基础 在胡温时代 中国终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在邓江胡时代 应该说他的中心很明确 就是发展经济 但是习时代就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他上台的时候 红二代对江胡时代是很不满意的 认为了这种时代再继续下去会丢失政权 因为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啊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腐败纵横 腐败无处不在 所以他必须要稳固共产党的统治 习近平其实他想说一句话 就是他是拯救了共产党 只是因为胡锦涛还在 这个话还说不出口 我相信未来他一定会会说出来的 但是习近平时代的问题 他不可能再延续江胡的道路 他必须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这样呢 他就开始走回头路 比如说党领导一切 然后呢 他的算计是什么呢 他的算计就是他知道江胡时代 邓小平时代腐败纵横 腐败是一个双面楞 其意义呢就是说得腐蚀整个社会的机体 但是给习近平来说 又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 他可以借助反腐败这么一个民意 就占到了道德的制高点 然后对党内进行清洗 最终呢实现他的集权 所以说呢 他这种盈酷性 他是有他的目的 最终他在十九大上 实现全党 全国姓党 到了二十大 他想再走一步 就是全国姓习 打造一个 类似于金家王朝的习家天下 他所有的这些一步一步的加强的 一步一步加强的政治恐怖 是使得整个的党内和社会 都产生了普遍的恐惧感 使得过去曾经是高高在上的 就是说过去 包括卸下未来也是在按照中共的传统的话 也还是有他的相当大的话语权的 那些所谓过去的顾问委员 都还是有相当的可以制约他的 他们都认为 一般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毕竟是一个资格比较浅的 过去也没有什么威望的一个人 比较容易操控 但是他通过这样一种恐怖的反腐 选择性的反腐 一下子把所有的派别 曾经觉得自己根本是服习近平上台的派别 头统都把他压打了 大家都产生了普遍性的恐惧 这普遍性的恐惧 使得习近平可以为所欲为 他可以修宪废除任期制 终身连任 他可以等等等等的做一切 包括欺负讲于限制言论 否定过去的一些政策 包括等等 他都是通过一种高度恐惧恐怖的 而且最开出就是通过反腐 刚才张姐说的 就是反腐这个东西受予他上方保险 一个是道德权威 一个是恐惧性的权威 使得他成了这样一个 以后做任何事情 都是好像是随意风行 都是他是亮剑 他喜欢谈的话就是亮剑 不管是镇压知识分子 镇压民间企业家 镇压各种各样的人士 包括对外的强恨 都是和他建立他这个恐怖政治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他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威权的 高度恐吓性的 对任何方向 特别是党内国内 任何方向的反对力量 有这样一种震慑力量的一种权威 当然他都靠他控制了军队 控制了警察部门 但是他这种手段 造成的这种气氛 使得他政治上 好像顺风顺水的 可以做很多事情 过去想不到的 会居然这么快 就倒退到类似文革的地步 这个很多人都没想到 就是因为他建立了 这样一个恐怖气氛 这个恐怖气氛 是有很大的功用的 对他来说 使他获得了非常大的政治利益 但是这个他不知道 他习近平这个人 就是他没有基本的平衡感 没有哲学头 他不知道 他觉得这个事情 我干得很好 干成了 好像就是永远就这样干的 他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松弛相间的 那个基本哲学的问题 就是一个政治的节奏的问题 松弛紧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到 当然还得有一个放松弛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张一尺的 这个政治节奏的话 你恐怕是死了很难看 所以很快的 他就到了他的这个转捩点 就是到他的就是物极必反 脾气太难 就是他当时到了清零政策 大家知道是中国最难受的 中国人最难受的 特别是大城市的中国公民 最难受的时刻 恐怕就是所谓清零政策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监狱 任何人都是感觉是个囚毒 这样一个状态下 后来大家没办法 实在实在是忍无可忍的 起来造反 所以后来习卸全国的白紫英度 就突然一下起来 而且很快就砍出了 共产党下台 提出平下台 这样一种最强的口号 所以他的整个的 一下子他的整个的建立起来 通过恐怖建立起来那种威势 建立起来这种威势力量 一下子就在一般的老百姓心中 就垮掉了一大半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 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规律 就是说所谓恐怖的边际效应地点 这个是和军事学上的 所谓的边际效应地点 有人说类似相应处的 就是说虽然这个东西 给它带来政治利益 但是反复这样做的话 整个的过程就可以 逐渐的就开始是恐怖 然后这个过程会 慢慢沉默下来 躺平 然后大家倒入一幕 不说话就看你该怎么干 然后切切私语 然后调侃嘲弄 然后参作议政 然后聚重抗议 最后大规模的示威 都可能逐渐地写入下去 这就是我称为恐怖政治的边际效应 规律下来 随着恐怖政治的强度升高 就像经济学那样 例如你投资一部分 投资开始的时候 效应很高很高了 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 它投资每一步投下去的东西 它的效益是递减的 会越来越少 你跟这个恐怖政治一样的 恐怖政治的强度升高 其实它引发的恐惧感 当然是会逐渐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将逐步减少 最后趋零 就像你吃饭一样的 我吃第一碗的时候 十分 我感到那个效益非常好 一下子感到非常 第二碗的时候有五分 已经有一半的 好了 第三碗的时候就是九分 到第四碗的时候 效益为零了 就是没有搞什么感觉 再往后 甚至是负面的了 所以它这个增加的幅度是将逐步减少 最后趋零 成为边际效应的地点法则 这在很多事情上 不光是经济学 实际上包括一般的社会群里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也有点类似 人们常说的那种 狮多不痒 再多不愁 你说你有一个狮子在身上爬 非常痒 增加一个也更加增加了痒 但是增加十个 到了十个以后 你再增加一个 或者一百个的时候 再增加一个 就没有增加一样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 它增加的东西 到了最后 到了边际状况的时候 是越来越 有效益 是越来越减的 这个东西是 和人们的心理状况 也是相关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 在我看来 目前中国的当下 已经越过了 以前高度恐惧 宣幕无言的那种阶段 已经进入了 调侃嘲讨论 参作益政的阶段 很容易观察到 中国社会的状况了 所以可以预估 还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想 这里有三件事例 可以拿来做一个典型的事例 来看看这个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 是怎么样发生的 或者说从具体的案例上 怎么说明的 第一个就是那个 济南的有一个 反习的标语投影事件 大家知道 过去彭丽发 有这样反习的标语出来 后来被人间震发了 被逮捕 人间震发了 现在就是2023年 有一个故事 当年你可能对这些事件 都比较熟悉 简单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济南这个反习 去标语投影 到一个大楼上的一个事件 济南的一个广场 那个济南市的万达广场 另外一个就是 看这个事件 它说明了 这些人的心理上 是怎么变化的 他从彭丽发里 学到了什么东西 而逐渐的他 而且成功地 到在国外 做成了这件事情等等 去 这个事件呢 是非常有震撼力的 也就是彭丽发 他在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他在四通桥上整臂一壶 并且揽起了这个风烟 应该说为白纸运动的爆发 吹响了集结号 这是这个彭丽发的伟业 但是这个事 四通桥的硝烟 并没有消散 在2023年的2月份 这个有个叫财松 财松的年轻人 他在山东济南 他也想要做成这件事 因为对习政权 他觉得 他感觉到不能呼吸 所以他要 要奋 他并且呢 他采取的也是高科技 就跟习近平极权主义 高科技一样 他采取了 他就是在那个万达广场 他是能流量很大的 他就租他对面的 这楼 这个房子 然后呢 购买投影仪 自己的用光刻机啊 克了打倒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 这八个字啊 然后呢 他先呢 进行测试啊 叫徐州 什么辣 辣丫头 不卖隔夜货 啊 他觉得效果不错 然后全部安装好 他就打开以后 他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 在路途之中呢 他就进行远程的操控 就把他拨放出来了 大概持续了十分钟 啊 这些警察就赶快 就是可能叫破门而入吧 就把这个东西收缴 但是这个震撼力 这个影响就已经传播出去了 并且呢 这是在能山能海的地方 这个影响力就很大 现在财松呢 非常好的就是已经来到了美国 啊 在讲述他的故事 这一个事件就表明 在这一种极权高压下 人民他只要勇于反抗 啊 以自己的形式进行反抗 他任何极权统治都会最终啊 会失败 我们还记得啊 在法国有一个思想家 叫埃伯拉西 他曾经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啊 著作叫自愿为奴 他实际上就说了 为什么这些独裁者会骑在我们头上呢 是因为我们供养他们 因为是我们自愿为奴 每个人如果都表达自己的不满 都不去主动的去啊 这个配合他 供养他 任何独裁者 任何独裁政权都会飞灰烟灭 这个理论最后最终就引 就是说可以说是非暴力抗争的啊 先祖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中国人只要通过以自己的方式 勇敢的反抗啊 这个习政权 这种极权政权是无法维持的 如果我们说习政权很强大 那是源于我们自刚为奴 我们在紧接着说就是啊 粉红世界 钢琴师啊 这个在英国有个很 这个地铁站啊 这个地方比较有名 有一个音乐家呢 捐了一阵钢琴 他是可以自由的弹的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在这里演奏啊 这个钢琴家叫瓦格纳 他呢也去直播 因为他也不是播一次了 很很长时间 他经常去播 直播 遇到三个小粉红 我估计可能是拍这个央春晚的 央视的这种作品 各地的世界各国的反应 对 就是世界各国都在庆祝 其实呢 从开始还是蛮友好的 包括他们也来参与弹钢琴的 后面呢 有个叫刘孟莹的那个女孩 可能觉得呢 怕影响他们 因为他们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所以就跟钢琴家交涉 钢琴家呢 就认为这是一个公共场合 你不愿意可以离开 但是有个叫张玲的女子 她已经加入了英国籍 所以她呢 就说这个涉及到肖像权啊 涉及到这个等等他们的问题 这一个呢 明显她对法律她是无知 因为这是个公共场合 你可以戴口罩啊 或怎么样啊 但是你没有权利禁止人家在公共场合拍摄 至于瓦格纳如果拿到你的肖像 进行牟利 那也是另一当比论的 这个事情真正选择为对抗的 就是冷学封这个小伙子 在在孔志学院当老师 他突然呢就怒吼 说 Don't touch her 这个是很奇怪 人家有没有碰你 按照这个刘孟赢说呢 就是他碰到了那个小红旗 他说那个小红旗是国家的代表等等 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呢 怎么说呢 其实蛮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人家在直播你觉得不喜欢 你就你就避开镜头就完了 是吧 他人家跟人家沟通 人家不答应 但是你向那个刘孟赢去沟通 他对着的镜头沟通 那么都拍进去 并且这直播也没有办法 跟那回剪啊 或怎么样的 但是从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发现 这些小粉红他们的思维啊 有问题 他还是 就是说虽然他们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像那个张宁也加入了英国籍 但是他的整个思维 还是停留在国内的 那一种被洗脑的状态 但是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一边倒 导致小粉红求救 说不敢出门 这原因说什么呢 其实中国人在改变 中国人从国内到海外 国内他带来一个问题 因为他加入了英国籍 这个事情就不好说 是吧 从国内国外来说呢 当然你这一种 包括香港人去谈 愿佣光回归香港等等 成了一个 选择表达自由言论的一个 一个圣地了 所以说他们都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事情比较 你能注目的一点 就是说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国内外几乎是舆论一边倒的 在碰骂这些小粉红 也删贴国内也删贴 删也删不过来 七小粉红 90%以上都是操控这些小粉红的 因为他们给中国丢脸 这个事情过去发生这种情况 一般的发生中外纠纷的事件 墙内的话 中国国内基本上是 因为它长期期待的结果 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支持那些 所谓挨过贼案 小粉红 但是这一次事件刚好干过来了 这不过就是 才经济 你看和刚才说的 那个非常谨慎的 那个财松那个事件 才一年的时间 这个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 或者说大家都敢说点话了 而且敢贴有些反贴了 这个事情使得 我觉得是 这个整个中国社会 目前的气氛 我们是实地去体会 因为有很多人 我们会面谈到 很多人在中国国内 目前也是传了很多消息 说和过去一两年前 两三年前三四年前 都不大相同了 气氛现在有相当微妙的变化 而且大家的胆子 好像是越来越大 当然也包括 更加正经的 或者更加建制的 官方的一些媒体 包括我们过去也谈到过的 财新杂志 挑战习近平的 三篇文章出来 虽然它是挑战的 语气还是比较的注意的 但是总的来说 是明眼很明确的 很显然的 就是直冲习近平而来的 这三篇社论 现在虽然他们删掉了 但是也没有怎么样 胡舒立也没有怎么样 而且胡舒立还被放 放他出去 到了瑞士去开达沃斯的论坛 而且据说还见到什么 李强总理等等等等 这个情况我想 在你看来 目前这些情况 是不是说明或者说 起码是某种表现出 国内的整个的民间的气氛 公开的气氛和私下的气氛 都有了相当的不同 或者相当的松动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到这样一步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在之初 人民非常的恐惧 到现在呢 就开始 开始以各种的方式 嘲笑统治者 消费统治者 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来看呢 我觉得从道理来说 也就是在开始 因为中国人叫做岁月静好 已经适应了这一种 对价平改革开放时代 并且呢 中国人也确实 有相当多的人比较富裕起来 所以他们走南闯北 在世界上各国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中国是个集权国家 认为我们跟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还需要时间 最终呢 我们会比美国还要更自由 更发达 我们的GDP会成为世界第一 等等 也出现了一种 这么一种所谓的爱国情怀 但是呢 习近平这执政十年 对人民就采取了一种 一种严酷的打压 一种对社会严格的控 其实老百姓呢 先是恐惧 其实这个事情跟我们是一样啊 如果我们走到街上 突然有个人拿着刀 你一下也是震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但是呢 恐惧有一个问题 恐惧啊 他会逐渐的 就是您所说的 边际相议的历解 就是一个人 如果告诉你 明天你肯定死亡 其实你也就没什么恐惧了 因为既然结果已经注定 那我还不如拼死一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经过十年以后 再关键的问题是 习近平那一种神话 把他吹嘘的东西 在老百姓的眼里 这变成了笑话 比如说三年的风控 他说创造人间奇迹 而根据国内外的统计 我们是死了595万人 这样的成为世界最 死亡人数最多的人 人们纵观你执政的十一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中国是一个政治倒退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荒唐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没有地方讲理的时代 我们跟世界文明 跟法治 跟宪政是越来越远 这就是一个倒心立失的时代 人们慢慢就不怕了 人们就开始消费了 习近平通过的是官僚机构 官僚体系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最恨习近平的 就是这些官僚 因为在邓小平时代 他们也分享改革的红利 也分享腐败的红利 腐败在极权社会 它是个论滑技 某种程度 它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 因为没有高薪养莲 它的付出也是不对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腐败恰恰可以保持整个机器的运转 你现在又不让它腐败 你又让它不知所措 并且你所做的这一切 对中国人来说就像跳脱衣舞一样 慢慢慢慢跳什么都没了 那不就回到了文革时代吗 中国人是不愿意的 所以说邓小平有一件坏事 他就是说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制度 但是邓小平也做了一件好事 打开国门 经过四十年 也严格说也上凡喜老爸 中国人也是见过四面的 你跟中国人打电话 我跟我朋友打电话 我的朋友说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想干什么 我们都不傻 但是告诉你他做不成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民心 所以这一天变局肯定会到来 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 是走不远的 我想整个的气氛已经变了 所以国内的 前几天我也是回国人 他说一个朋友说 他说中国的老百姓 已经越来越不怕事了 尤其在北京 有消息称 现在从官场到民间饭局 都在私下骂戏 都把他称 那条猪干的 所以流行的笑话 就是那条猪 而且我想几年前 那个中央台的一个 叫毕建福的 在饭局上 一句话 对毛泽东大不敬的话 马上后来被解职 被社会死亡 就射死 这可怕后果 现在到处的饭局 都在讲这种事情 你现在 即使尽管有这么多的 阴犬眼线密摊 但是 你法不自动 你能够几千万 当饭桌上都坐着 这样的嘶笑辱骂 这样的嘲讽 你举报谁 你怎么举报得过来 所以说整个的情 整个的社会风气 就像晚期末年一样 变化得非常之快 开始还是非常的 历湿不透的 好像一潭死水一样的东西 突然间底下就发生了一些 重大的变动 而且突然间就从 像火山一样的冒出来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十一年 天天被迫听那些 所谓定于一尊 不许妄议等等 那些恐吓 愤怒 开始是愤怒 后来变成讨厌 变成没有感觉 变成麻木 变成憋不住了 任无可忍 最后冷嘲热讽出现了 幽默感才生了 大家的风起 所以说基本上 我看到哪一个贴子上 说到习近平在被谁 说到现在满办了 人心善了 对我不好待了 恐怕这确实来自他的心声 确实这是一个 王朝末年的一个电影 进去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张继博士 谢谢各位听众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